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我是LiveG2 我其实是从事着服装行业的LiveG2 Collection 我是有自己的实体店是在冰层 包括现在网络方面我们也是有在经营的 然后我们的服装店其实它是跟别人比较不一样 是因为我们是跟比较国外的不同的设计师有合作 所以我们的风格就比较另类 反而是在本地人就比较难接受 可是我们做的比较多是外国人他们比较能接受 因为我们的风格会带有比较波士尼亚风 民族风的那种比较普普的类型 其实刚开始的时候我是有一个伙伴的 我们就两个人一起开市 然后呢我们是其实是 算是我们认识了很多年的伙伴 可是那天突然间就问我说 你有什么东西想要做 我就想我很喜欢买衣服 所以我就想要开始这个服装业 然后我们就拿了 其实我们第一笔钱 我们只是拿了三千块 这三千块就出去创业了 然后我们就出国去找衣服 然后就回来卖了 然后我们其实一开始 我们并不是直接开实体店的 我们是在网络开始销售的 其实呢我们是没有自己的网络 因为我们现在都是比较善用 就是社交媒体来做 然后销售就比如好像Facebook 然后Instagram 因为我们之前有自己在做自己的网络 可是因为我们真的是人手的问题 就是没有人可以帮忙 就是定时去更新 所以就变成说 那个网络就变成没有什么在利用 所以我们到最后 我们就只是专用Facebook 跟社交媒体来做更新 因为第一 几乎是可能在还没有疫情之前 机票已经是太便宜了 所以几乎是每一个人 都可以出国买衣服 而且现在就是网络订购太方便了 所以我们几乎除了面对我们的竞争之外 包括国外的比如那些淘宝 Lajada那些 其实都太方便了 所以我们在这一方面呢 我们就觉得说 我们不去比价格战 我们是比质量 所以我们实体店 就是他们比较容易可以来到店里面 可以试穿了 然后他们可以看到那个质量 反而你在网络呢 我很多顾客啦 他们来实体店买的 他们都会顾虑到一个问题 也就是说在网络买 他们没有的试穿 尺寸会不对 然后呢 第二样就是他们看不到那个质量 所以这一点呢 在实体店那方面呢 其实它还是有一点点的优势 其实我可以大概讲解一下 其实我们一开始呢 我们是网络开始的 可是因为我们的服装呢 它就比较限制 就是说我们不是一个 一件呢 就有可能有六七件同款 同size 我们都会限制 可能只有一个patter 一个size 大概最多是去到三件 所以我们那时候 网络会有一个问题呢 就是说我们必须花很多的功夫 就去量那个size 然后就是要找模特儿来拍摄 所以那时候我们为什么会开实体店 是因为我们想比较更方便 让人家直接摸到 然后直接购买 所以我们在网络开始销售过后 我们第二步 其实我们一开始 是在free market开始的 就是跳蚤市场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 就是那种好像入天的那种 它不是bassamalang 它就是可能在mall里面 拜六礼拜 他们就是有一个event 这样子我们就是在那边摆摊 对 所以我们那时候就觉得说 哎呀我们一直拜六礼拜 如果是下雨的话 我们就没有办法做生意 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想说 如果我们赚到第一笔钱 我们就要开店 所以就这样我们在网络 然后销售大概是 还有free market销售大概一年过后 我们就开了自己的实体店 就是让我们比较容易 顾客可以到每一天都可以来找我们 因为我们刚开始只是 拜六礼拜摆当 或者是上网的话呢 他们就不能每一天 就是可以随时随地来找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当初 会开实体店的原因 其实是非常需要的 因为刚开始我们还没有真正 踏入这个网络的时候 其实包括好像医院他们的附属的网络 他们都有找我们 包括我们的一些 好像1u的那个page 他们也是有找我们在他们的网购销售 但最后我们有选择是在shopee 是因为呢 shopee是比较容易就是他们可以购买 然后第二呢他们可以免流费 就讲真我们商家也省了 因为shopee它会有一个program 叫做subsidine 一个免流费的 所以我们会放在那边 但是我们不会孤立把我们的服装放完上去 就是会放一部分 然后google如果喜欢的话呢 就可以在那边买 然后它可以免离 就是让顾客也比较省一点的 其实那个状况呢 如果是说疫情之前的话呢 一定是实体店的生意比较好 是因为我们的服装的价格是在中上 所以在中上的话呢 其实在网络销售会比较难 因为人家觉得我买这么贵的东西 我又没有得失 等下买了回来又穿不到 所以在疫情之前 基本上我们是实体店的生意比较好 可是疫情过后 我们就有开始有转了另外一个方式 就是把我们的衣服就是比较 价格那一方面呢 我们就可能调的 中下就是大家比较容易消费 而且也就是不用这样考虑去想的 服装放上去 因为毕竟在实体店卖的衣服 跟在网络卖的衣服 基本上我们没有办法是一样的 因为在网络上 他们就必须要可能价格要比较OK 大家都消费得起的那一种 然后呢我们就在疫情过后呢 我们就是把我们的服装放上去 网上买的话呢 其实是做到很多很多的生意 因为有很多人他没有得出门 也不能来到我们的实体店 所以他们只能靠在网络给我们购买 我们是在2015年开始正式的第一间实体店 所以到2020是大概将近五年的时间 基本上因为我们是服装业啊 所以服装业的话好像一些食品 还是一些液体类的那种比较危险 所以讲成我们服装的话 另外我们都会装业好好 才送过去给顾客 所以基本上在购买这一个方面 我们并没有遇到太大的问题 可能是因为我们的物品 不是那么容易换 所以在这方面我们基本上问题还不大 这是一个趋势 这是一个趋势 因为没有办法的 因为我们现在白局时代要来了 所以如果你不做 你就是会被淘汰 所以我们被逼 怎样都好 都要跟着 除了实体店 网络也要做 直播也要做 因为为什么有一些顾客 他没有办法 每一天来到你店里看 你来了什么新款 但是我们就可以通过直播 然后给他看那个布料 然后穿起来的感觉 然后他的那个尺寸 所以反而我们 因为我们有很多的会员 所以他们就会 公布我们的直播 过后看了 因为他们已经是比较熟客 他们会知道我们的质量去到怎样 所以他们就很容易的下单 因为我们这个举动 除了会吸引到一些新的顾客之外 其实是让我们的一些救会员 很容易的跟我们购买 而不必要每一天来到店里面看 所以我们已经很习惯了 面对镜头 所以我们就是面对舞台 面对人 或者面对镜头 都是非常习惯 所以直播对于我们来讲 真的不是一个大问题 对 我可以跟你们讲 就是说 你们一定要 勇敢的踏出这一步 不要因为说 哎呀我没有很厉害 所以我不做 而是你做了 你才知道你有多厉害 所以我真的是很奉劝他们 这个是一个趋势 你不做20年过后 你依然还是停留在那个时代 所以呢 我现在的状况 是我每天都在做 我们除了做直播 我们也拍视频 因为这个是趋势 因为现在很多人 已经是不在爱 照片会看 但是更多人会喜欢 看一些比较有动的画面啊 然后视频直播 因为感觉会更贴近更亲切 所以我会给大家的一个建议就是说 网络这一方面不可少 就是每一个人都必须 都要去做的一件 就是一个feel啦 我们其实我们的品牌服装呢 我们其实有分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呢 是比较多外国人会喜欢的 就是那一种比较波士米亚风 比较度假风的 所以就好像我现在身上穿的这一种 就是两件套的 就是人家比较容易去穿搭配 就是说OK 你只要不穿这个裤 你里面配一些比较正式的 你还是可以可能去补习啦 去工作 都是一个可以 比较方便可以出外的 但是如果你可以搭一些 好像小饰品好像我们这些耳环 或者是帽子 你去旅行都是会很好看 因为我们的衣服呢 基本上就是让你们多搭配 而不是说你只能一套穿 你永久就只能这个一套 只能出一个场合 而不是我们的服装店呢 就是会让你就是我们的衣服 可以让你多搭配 去什么场合 你在搭什么饰品 然后让你们可以更适合那个场合 所以我们还有一个系列是属于比较设计师的 就是手工制的 那个我没有办法承识 因为我忘记它 OK 那个呢 它就很多就是我们跟外国设计师做 handmade的一个配合 就是它会手工制 在那个T恤 那个呢 是我们店里面卖的最小的是 因为它是100% cotton 然后呢 它的衣服是非常casual wear 就是你可以穿在家头很舒服 包括出外也是很好看 那个款我们卖了5年 到现在还依然是在非常的热卖 因为好像比如我们这些风格的话呢 并不是在本地啦 马来西亚每一个人都可以接受 但是在近几年呢 其实我们国家可能也是追了上外国了 所以变成说我近几年 我们来找我们的顾客呢 他们都特别喜欢这种风格 因为在外面的店都找不到 我可以跟你们讲 就是我们的服装呢 几乎每一件都是我或者是我的伙伴出国去看的 我们都必须会touch过那一个布料 看过那一个卡定过后呢 我们才会带回来卖给顾客 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品牌的品质是非常保证 包括我们的顾客都非常喜欢 是因为我们都是真正去摸 而不是我们上网定了 感觉好看 可是布料不舒服 不什么我们就拿出来卖 而不是 而是每一件衣服 我们都有看过摸过 我们才会拿出来卖 所以我们有很多老顾客 都会到现在其实我们五年了 所以很多老顾客到现在还是非常支持我们 其实我们有很多外国的顾客 包括新加坡 包括欧洲的国家 包括东马的 他们真的会每一年哦 定时就是有来度假 就会来我们的店 包括一些男孩子哦 就是他会特地 就是老婆可能没有办法过来 特地来我们的店 拍照给他们的老婆看 因为他们会觉得说 我们的衣服真的是外面比较少找到 而且就是不会这么容易跟人家创访 就是比较容易的独一无二这样子